贝比当年的事业心让黄小明妈妈彻底没了信心 贝比遇上教主后可谓是一个平步亲缘 直升云霄 歌了演技大奖拿到手软 收入代言也是不断的在往上涨 就连收入也翻了几番 直接翻身做主人 而教主这么多年来对贝比倾注了的心血 让贝比感受一个男人霸道的爱情 于是就举办了一场轰动娱乐圈的世纪婚礼 两人结婚不久后 贝比也给教主生下了小海绵 不过贝比刚做完月子 就开始忙活他自己的事业 此时旁单上的迪丽热巴让他有了危机感 他明白在这个流量的时代里 只要消失一个月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 娱乐圈从来不缺信任 他必须要光速归圈把位置坐稳 所以这就给两人分开流向了导火线 在一场综艺中黄妈妈曾坦言 贝比这样子不过孩子不要也罢 毕竟孩子也才刚刚勿碎 都没有考虑过孩子 在这个时候教主能够感受出妈妈的无奈 孩子这个时候也确实需要妈妈的关爱 他自己也非常的难受 但贝比这颗事业心是留不住的 就为他开脱跟黄妈妈说 他比所有人更爱小海绵 挽回不来感情又不能怪他 其实自己说出这一句话 感觉是非常无奈的 而且又不知如何是好 也让很多粉丝觉得 非常的心疼黄小明 感谢观看